四位采日市全國社工接 委託面臨社工當前 港議員政府社會教27號在 中部鄉的休閒農場 基本港議員一百十二年度 社工日記社工支持和樂化動 港議員長王張良請自出席班長 丁內涵涉好幾個社工 還有相關單位的社工人員 共同歡慶社工接 丁內辦法改館 設委請進行經驗中 鼓勵在公司部門社會相關體系 中央十五黨議員主心的社工人員 以及表演十位 在地圖衛生福利部 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基劉社工 多得 還有主親 經驗中的困難 觀眾後所有的人 都會讓我拍攝空拍大合照 所有的人都穿上 只穿的Q加伊T恤 總對我擺在生自私帶的途中 用情條檢查社會社区 浩荷和家庭的保障 針對我們社工日 大家知道實際上社會局社工非常多 包括很多的服務機構 包括委託的單位 也有很多的社工 我們就在社工日 召集所有前線的社工 一方面讓他們在彼此之間 做所謂的聯理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空間裡面 大家可以做一些檢討 帶到戶外來讓他們輸輸壓 所以今天看到這麼多社工 在各種不同的領域 都在幫助社會往更好的方向來發展 這些所有社工所架構起來的 就叫做社會安全網 所以這個社會安不安全 跟這個網有很重要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特別跟他們講 希望他們承擔這樣的責任 也知道自己的角色 該辦理什麼樣的位置 做到最好 讓這個網可以更堅強 不至於有破洞 所以我想整個社會 確實需要社工的存在 讓很多的社會的弱勢 因為他們的輔導跟政府資源的即時介入 可以讓他們 可以不至於產生更大的一個傷害 或是狀況 所以在這邊謝謝所有的社工 也感謝大家辛苦了 可以讓他們接受這條有需要的人 也免得社工 用於生誕這人 整理完成困難的工作 和政府單位 可以有機會接你處理 眾人共同努力 讓安裝網更加堅固 這件新聞正義城中部向彩虹報道 很高興 嘉義縣已經是第七次 來參加東京市民展 那嘉義縣為什麼 在疫情期間沒有來以外 每一年都到東京市民展 是因為我們希望能夠跟日本 跟全世界建立所謂的 整個商品的脈絡 那大家知道 東京市民展是很多的買家 來這個地方看到好的產品 那準備簽約 進而建立長久的 這樣的一個商品關係 我們希望未來整個嘉義的農產品 也可以在日本變成發展出我們的品牌 也可以跟大家建立關係 我們現在發展的品牌叫做嘉義優先 我們希望可以既有情先 帶給大家最好的網站平台 謝謝大家 謝謝 時代在改變 科技的進步 我們做產人也要轉變 因為這些科技 讓我們做事業生長很多 占領和品質也提升很多 我們組了一個 智慧農業 化語整合平台 透過專業的補導 跟補助 把智慧科技農業的好處 帶給我們的農民 我們如果先搶頭來做 才有越來越多人 可以後庸跟我們作為打拚 推動智慧農業 實現農工大限